中共十一建政纪念日即将来临,在这个政治敏感日的前夕,当局也启动了对于舆论宣传的管制,要求网络上符合和谐的主旋律,甚至还规定各大网站的首页上都不准出现任何社会新闻。权力运动网站的编辑认为,中共采取这些措施是担心媒体也会造他的反。 十一即将来临,三不一港五不一哨,不仅北京安检全面升级,一位中国网络编辑向联合报表示,上周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达了一份新规定,负面报道不得超过网站首页和新闻中心首页全部内容的三成,也不能出现负面新闻堆积在某个区域的情况,没达到标准的一律严肃处理。 24号深夜,中共当局对网络新闻控制再度升级,周宣布发出最新通知,包括社会新闻都不能出现在网站的首页。 证明编辑无奈指出,负面新闻的定义非常模糊,根本无法执行。权力运动网站编辑张建平25号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。 张建平还指出,新闻是没有所谓正面或负面之分的,对公众来说,新闻就是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。 中共建政60年,北京官方猛足了这要让皇城内一片和谐,但事实上,近年来,群众抗暴事件层出不穷。 张建平指出,中共今年对各方面的打压比往年更加严重。 他已经进入一种疯狂状态了,而且他没有停止的迹象,他还在加强了,他不光是那个媒体当年。 张建平表示,新闻媒体工作者也会对社会不满,秉持自己的良心, 就可能在这个时候把一些事情揭露给公众知道,这是让中共非常恐惧的。 一直是他对媒体这一块,一直是洗脑,一直是把他当作党的猴子,一直是把他当作玉林冰一样养着的,当作家奴一样养着的。 那么现在,他感觉到这个后院,这些家奴也要造反,因为他知道并不是大家现在都是在听他的,包括他对自己管控的,原来自己掌控的媒体他也没信任,所以他必须要采取这些管控的措施。 台湾联合报道指出,当局为了保证舆论宣传绝对正确,没有丝毫杂音,十一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三家的稿件,其余大陆媒体的报道都不如列,而对于所谓违规的网站严肃处理,则不外乎扣分、罚款、开除编辑,最严重的就是观战。 新唐人记者吕蒙、唐熙、金星采访报道。